今天上救護車了 散步到一半都還不舒服 我借我一票 辛苦了 現在呢送到了郭仲和醫院 那目前郭伯的痛快就比較好一點了 還會暈眩嗎 還會暈眩嗎 還很多 還很多 肚子會痛嗎 那因為醫生呢 就是 還是要關照他的狀況 還是要先打個點滴 辛苦你了 不過呢 被炸了一針 好幾大針 然後現在要打點滴 還有造型電圖 對還有造型電圖 跟抽血 然後我們還要等兩個小時的報告 希望可以一切按好 然後我幫老婆買了 她最愛吃的米斯豆娜 補充血糖 萬多還沒吃了 現在已經1點了 辛苦了 好輕耶 上個部就昏倒了 你就快嚇死我了 哈囉各位 波波波已經回到家了 那大家也不用擔心喔 因為波波現在的狀況算滿穩定的 對不對 嚇死我了 就突然上一秒還在跟你聊天 然後下一秒突然昏倒 就是滿擔心的 不過還好就是第一時間有打給爸媽 就是有幫忙固鼠來包 對 然後你看他在幹嘛 量體重喔 你在量體重喔 嗯 你知道媽媽不舒服嗎 嗯 媽媽要打針嘛 嗯 他打在哪裡 嗯 走 我們去看媽媽 去跟媽媽說 說哭哭 哭哭耶 喔 夭壽 戰場 耶 那現在真的是很會玩玩具對不對 對啊 聽說他今天很乖 對 他說滿乖 他好像知道你生病 所以就是會滿乖的在家裡這樣 好啦 你就先不要亂跑 好 你就待在家裡就好了好不好 你就永遠待在家裡 最好 待到生 不然你看 在樓下三個步驟 叫到救護車嚇死我了 因為第一胎之前也會不舒服 可是是一下下就好了 嗯 可是這一次因為很久 然後超級不舒服 嗯 我就覺得好像不太對 嗯 要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 然後做好適當的休息這樣 嗯 那我會這陣子就是好好陪在你身邊的齁 其實散步的時候突然間昏倒 你當下其實要很冷靜啊 那其實我當下其實滿冷靜的 大家如果遇到這種狀況啊 還是要先看看旁邊有沒有路人可以幫忙 剛好那邊的住戶 就是有看到你不舒服 然後有下來想要幫忙 那邊的住戶 就是他從窗戶看到我們 就是好像不太舒服 嗯 就牽著他的小孩下來 因為他說他看到我們身邊還有一個小孩 他覺得我們可能應該需要幫忙 他就下來看看 嗯 然後結果沒想到下來的時候 看到原來是我們 那邊似乎是 喔 他是有在看我們影片的對不對 他也帶著小孩 然後還下來幫忙 嗯 就很溫暖 對 大家看到你不舒服其實都會幫忙 因為那個當下我其實是 有叫那邊的管理員幫忙這樣 嗯 那他也很好心 好的各位 對 現在已經過了三四天了 嗯 那其實今天是要去拍娃娃機的 嗯 但是我們才剛到娃娃機店門口耶 寶寶又開始說頭有點怪怪的 應該說從那一天過後 就是都有持續的頭會有點 暈暈髒髒的 很難形容那種感覺 而且其實你前兩天也是 就是待在家裡都會不舒服 所以我們決定啊 有可能我們下禮拜一會回診 對 就是去看一下醫生 你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之前第一胎就是有這樣過嘛 因為那時候醫生說是因為 懷孕的話他會低血壓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可能會頭暈啊 還是什麼之類的 嗯 可是那個症狀就是一下下就好了 就是不會這麼的久 對 你第一胎的話就是沒有那麼嚴重 嗯 可是我覺得你這一胎好像 狀況比較嚴重一點 雖然說BOBO剛剛有查一些資料啦 就有可能缺一些貼紙的東西啊 嗯 然後他說因為初期可能胎盤的行程 然後好像血液可能沒有辦法到腦 所以你可能會缺氧 嗯 所以才會造成 暈眩啊什麼的 但是為了不要太過於擔心 所以我們回診給醫生看一下 檢查一下 那等看完醫生呢 之後我們再跟大家講一下 到底是什麼狀況 我就是可以把這個經驗分享給 分享給大家 對 有懷孕的人也要多注意 因為我相信很多懷孕的人的身體狀況都不太一樣 嗯 那其實這些都要很注意很小心 那其實我 我也沒想到說 我跟BOBO只是散個步而已 他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也會 之後也會更小心 不然我會覺得我很自責 欸不過還好你在啊 我就會擔心說 好像我沒有照顧好你這樣 好啦那過幾天呢 我們回診完之後呢 再跟大家講一下 他BOBO的狀況是如何 好各位我們現在來到要來產檢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醫生怎麼講 然後再跟大家說 一片黑點 就是血壓拉不上來 前天還暈到 嚇到還叫救護車欸 喔真的喔 像洗澡也是一樣喔 你不要洗太熱喔 好 洗太熱 暈倒在廁所的機會就很高 那醫生等一下 你可以幫我們把那個 性別寫起來啊 不要告訴我們 好嗎 你可以笑嗎 嗯 喔 我看他五個 蛤 還沒這手 對耶 喔 鹹蛋抄 呵呵呵 呵呵 好不錯喔 好啦各位 其實已經過了幾天了啦 然後我們看完 醫生其實就是說 主要也是低血壓 對 因為我本身血壓就不高 然後懷孕的話 血壓會更低 嗯 就差不多好像都七八十吧 就比較低一點 然後醫生也有順便幫我們 看一下肚子裡面的寶寶 嗯 那其實真的長比較快 第二胎發現真的長比較快一點 就定多公分了 對 我們也趁這個機會呢 叫他把性別寫起來 沒錯 不要跟我們講 對 然後到時候我們會辦性別派對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低血壓部分啊 因為我上網先查 好像還滿多懷孕的女生 還滿容易低血壓的 對 然後醫生就是有建議一些方法 就是 因為那個低血壓是沒有藥可以的 高血壓的話 也可以吃藥加血壓 低血壓沒有 然後就是平常你在做任何動作的話 就是要慢慢的 然後同一個姿勢不要太久 對 就是很突然起來的話一定會暈之類的 嗯 就是醫生建議給我們的啦 對然後晚上的話也可以 可以泡腳 就是讓血液循環 而且他好像有說 生越多胎那個症狀會越嚴重 然後我第二胎就比第一胎嚴重了 其實這幾天也有在觀察啦 我也不敢亂跑 就是盡量都是有人陪在BOBO旁邊這樣 有時候BOBO也是會突然不舒服 就還好都在家裡面 就是他可以馬上躺著休息這樣 這樣十幾分鐘就會覺得怪怪的 嗯 如果你們真的有懷孕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體貼一點 體諒一點 可以多幫助他們一下 理讓位置 讓孕婦可以有座位坐 這就讓我想到說第一胎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從台北回來 結果高鐵人超多 結果人家看到你是孕婦 人家也不會讓座 他覺得好不容易搶到位置 對 可是如果真的你看到孕婦的話 還是希望你可以讓他坐著休息一下 還有是第一胎 如果那時候是第二胎的話 BOBO突然在高鐵上昏倒的話 那是很可怕的耶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次的BOBO住院的心理過程 大家也不用擔心 欸我們所有檢查都做完了 都沒有事 主要是懷孕的關係 對 低血壓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大家就不用擔心喔 過陣子 生完就好了 生完就好了 再半年 哈哈